Hello Fiona Hello 跟大家报告两个事情好不好 好 第一个事情是 你的牙齿怎么了 掉了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时候掉了 昨天晚上 你哭了没有 哭了 流了好多血是不是 对 然后谁帮你的 爸爸 还有哥哥还有妈妈 对 哥哥帮你好多是不是 嗯 你看哥哥平时虽然跟你 有时候炒啊 但是哥哥昨天晚上对你好好的 哥哥跑下来三次跟我说话说你 还在流血 然后帮你以后干嘛的 你有没有谢谢哥哥 这帽子怎么来的 我做的 你自己做的 在哪里做的 在 上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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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课的时候是不是 嗯 嗯 你喜欢这个帽子吗 嗯 喜欢 身上什么做的呀 嗯 发布 布啊 什么布啊 嗯 这个布 嘿嘿嘿 做的很漂亮 转一圈给大家看看 蛤 转一圈给大家看看 呃 转一圈给大家看看 就是 转一圈吧 哇哦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Sukas 干嘛 Are you ready No 你要拿一个nafkin 不用拿nafkin 因为我知道最好了 就可以给大家直接看了 拿nafkin的话大家看不到 好啊 如果拔下来肯定会流血 流血你继续疏口 好吧 嗯 好吧 我发疼 maybe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b 特别 还有一个牙鞋 这个 啊哈 那怕是叫我自己拔的 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去打篮球 晚上七点钟 你坐桌上去洗好吗 嗯 啊 再次带我们的粉丝买家们去看房子 我刚才还在问是不是要回避他们上镜 结果他们说没有我们已经正好准备了 Rachel 嗨 带Rachel一起跟客人出去看房 所以待会如果看到我跟客人的画面 就是Rachel帮我们拍的 之前拍摄过一集跟我们的卖家一起吃火锅的 那一集视频的开头 我来这里航拍了这个房子的外部的景观 但后来我们挂出来coming song之后 这个卖家就跟家里人发生了终止关于卖和不卖 哦他现在就还在纠结这样子 一般来说跟我们签完合约说卖 你不可以反悔的 因为我们开始做事情了开始干活了 你要付我们钱了 但说实话我们都把跟客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就跟客人说OK 我full understand your situation 那你给你家人商量好要不要卖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房子散成大家市场了 但客人也跟我说过说如果你有客人的话 还是可以看的 只是说他需要时间跟他家人去沟通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天带客人来看这一间 279Navo这间 大公园呢 这户型我觉得真的超好 三层 其实主要的居住空间全部是两层 一楼是客厅厨房 还有一个带痊浴的卧室 二楼是另外三间卧室 然后三楼一个大loft 可以做办公室 很适合年轻人他们这两个 对 然后前面就是这个小区的playground 小孩玩的地方座椅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蛮不错的 我觉得 而且因为他们这种分歧 他们其实要价很公允 他不是都是那种我要 我要卖多少钱才会卖 就是你说的他们本地人 然后对市场也很了解 对对对他们是讲英文的老美本地人 对 就这间了 Navo 外形也很好看 石头的墙面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客人 黄浩也很棒 七九都是很lucky的number 我是喜欢7 7 对 我们进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正在做交房之后 屋主还想再升级一下 就是刷了些油漆 然后会订一个冰箱这样子 这是一楼的主要的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playground的街景 然后一楼有一间卧室 这是房子的巨大的优点 一楼有卧室功能性很强 对面是一个痊愈 厨房餐厅客厅都在一楼 excuse me 然后地面我们是做了木地板的升级 这边是二楼的主卧 洗手间 主卧带有双开门阳台 我们的主卧室一个小的阳台 出来 远眺一下风景 可以看到尔湾北边的山 尔湾波罗沃 这边全是绿化带 城市绿化带 Playground 主卧的衣帽间 这个没有stage的样子就差很多了 如果有stage的话 这个另外一间卧室 另外一间卧室 我也可以看到房子原本最原始的样子 这就是brand new 没有做一天 然后这是另外一间卧室 然后这个户型的最大的优点 三楼 三楼一个bonus room 大loft 巨大的loft 带一个半浴 这个半浴可以轻松的改为全浴 因为它的空间很大 你可以在这里extend 加上一个shower 这边可以做 这边可以做办公室健身房 看电影的地方 你看多少窗户 对 你看多少窗户 然后外面还有个阳台 带你们看的时候也带观众朋友们看了 哈哈 对 这里还有阳台 那边就是133 它中间隔了一个绿化带 看完第一间了 有点乱飘飘的 你没在painting 没关系 因为今天我们来修这个房子前 我也没想到在painting 因为它是一个brand new 其实没必要的 但是卖家好像特别在意这些小细节 全部又重新刷了一遍 也挺好的 那这个房子的condition 就越更漂亮了 对 后面还会把冰箱什么都装进来 如果后面讲好了再卖的时候 就状态会更好一点 对 我们去看第二间 Rachel 你开什么车 Tesla Tesla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我今天开的是我们家的旧车奔驰 我的Tesla 我老婆开去接送我女儿了 我想讲什么呢 就是南加州的油价 天价 现在开油车 特别是这种大排量的 我的是4.7升的 每一脚油门开起来都有奢侈感 一脚油门就是好几块钱 简直就像Delen买的那个眼镜一样 1000块钱一副墨镜 我说你好奢侈 但我现在想想看 这我们这一箱油大概160块钱 如果 你这是几缸的 8缸 8缸 如果天天跑的话就三天 开出奢侈感 真的奢侈感 我刚还没介绍你们 吴增 对 还有猴太太 对 现在是在安拿汉 是 我们现在来到了尔湾的Cypress Village 看我们团队自己的一间Listing 59号 嗨 Danny 大费在里面吗 在 要关门了 要看吗 要看一下 哈喽 大卫说 大卫说 你会不会说 你不是会说 小卫说 我抱一下 几岁了 你几岁 三岁 你会说大卫说吗 想起来我儿子这个年纪 都可爱 先看房子 先带客人看房子 他今天发好多名片 待会给你 哇 这么棒 他今天也在open house 你爸爸close单子的时候 记得问方要钱啊 哦 他今天有收钱 祝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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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介绍吧 哈哈 来 你要介绍吗 不好意思啊 非专业看房子了 哈哈 我这间房子是在Suppress Village的三房 带个小院子 是像 像house一样的detached condo 相比较attached condo detached的优势就是四面不连墙 像这种楼道 很多窗户 光线非常好 如果是连排的condo的话 通常来说 楼梯这一侧是没有窗户的 楼梯里面就会很暗 Sunny 昨天的视频过后很多人留言 又来了 第一很受欢迎 又来吗 有吗 我怎么没有见那么多人欢迎我 有人说Sunny和Mary很难抉择 是这样的 但我留言说两个都已经没有机会了 然后也有人说 等着看你一年之后 还能不能继续出里程碑式的视频 We will see 坚持下来 加油 走啦 拜拜 你好 你好 简直就像个小公主一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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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毛巾有太热了是不是 好漂亮 可爱可爱可爱 客人家的狗狗 对于没宝宝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其实养个狗跟养个还差不多 要管吃管喝管他管杀 然后还要管训练他 第三间这是别人团队的listing 所以我不方便太多细节性的拍摄 在Ultra Hills 这户型也不错 看客厅大开间 带个小院子 好了回去帮客人做一下分析 OK 客人喜欢第三间 我们分析一下价格 第一个offer 试试 好的 试一试 Good luck Good luck Hope for the best Rachel住在我们小区 其实我们是很近的邻居 对 所以我们一台车他回来 刚才我们还讨论我们小区多方便 对 真的很方便 因为我们可以合作拍一集 关于介绍Woodlebury的 可以啊 没问题 Anytime Woodlebury的homeowner Anytime 好的 拜拜 谢谢 说实话今天这集Vlog 完全不在我的计划内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样拍摄 我刚才还问客人 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在带他们看房的时候 还拍Vlog 看说啊 还好 还好 我们都是你的观众 都很理解了 对 我一直是把我的专业 把我的客户体验放在地位的 不是拍摄 所以很多时候我带客人去看房 我就没办法拍摄 就断倒了 不过今天我觉得客人 可能会OK 而且有一些客人会 somehow喜欢上镜 我今天问这个 侯太太 我说你 需要我回避你上镜吗 他说没有啊 他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上镜了 那我就觉得OK 他是完全可以接受上镜拍摄的 所以才会有了这样一集Vlog 所以以后大家如果 看我视频的观众 找我买卖房 如果愿意上镜的话 就直接告诉我 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 因为连问你是否愿意上镜 都是一种冒犯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问 就直接回避了 在干嘛呢 你们两个 在干嘛啊 在跟姐姐在一起呢 你还笑 笑什么 笑什么 鼻涕都流出来了 尝尝鼻子吧 高兴啊 你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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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鼻涕吧 我正在工作我女儿跑过来问我可以抱她吗 我的天哪 这种问题 答案是 就是 always anytime anywhere Fiona第一批牙齿长得特别整齐 所以这样的孩子往往在脱落第一批牙齿的时候 第二批牙齿不会整齐 因为她很整齐就意味着她没有空间给第二批牙齿长 所以她现在 张在嘴巴 掉了牙之后呢 第二批牙齿就很不起 所以她一定会去整牙 那Lucas刚好相反 Lucas第一批牙齿的时候 牙缝很大 那她就有空间给第二批牙齿长 所以现在Lucas的牙齿看起来蛮整齐的 不过也是要 在最终校正一下 所以她俩将来都是会带着钢丝 钢牙 要吗 那没事 看起来 好 了 超事 乾杯 只要 Comunh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